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过篇,我是成儿 那么本期视频其实是临时起义,想拍这么一期小视频 原因也是在最近开始思考这个频道的一些规划 发现我原来可能制作视频的时间比较久,导致更新频率非常的低 那么大家在看的时候也是会觉得说 看完这一期,那什么时候你下一期啊,是吧 所以更新又不是那么的固定 就感觉对观众不是特别的友好 所以今年也是在想说要不要说在这些长的节目之间我加一些短的节目 因为经常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小机器,我觉得想和大家去分享 可能我未必能做一个那么长的一期节目 但是还是有很多点想和大家聊一聊 所以说今天正好有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买了一台新的机器,想说做一个开箱视频 那么开箱视频其实在这个频道之前一直没有出现过 原因也是因为我觉得胶片相机其实大部分都是 也不能说大部分 几乎都是二手的相机 新机器非常非常的少 那么开箱的意义其实就不是特别的大 因为正常的机器连包装盒都没有了 开的话可能就是解开一个塑料泡沫 就看到这台相机 很多像这些相机精华的部分 它的包装说明书其实这些东西是很有意思的 但是二手的胶片相机能有包装就已经不错了 除非说我是有很多这种特别精品的相机 能跟大家说拆开包装跟大家聊一聊 看一看这个相机以及它当年的包装是什么样子 所以本期视频要开箱的这台相机 这台很有意思的小机器 它是一台新机器 我也也是非常的激动 那么这个相机是从英国购买的 第一车要走了大概四天左右 还是比较快的其实 包括清关什么各方面都非常的快 然后今天就刚刚收到 理论上应该是明天收到的 那么多伦多时间今天是2月21号 其实今天也是我的生日 就这么巧就在今天正好刚刚好收到 也算是给我自己的一个小礼物 因为薪水这台相机已经非常非常久了 那今天就做一期开箱 给大家看一看 这台非常有意思的小相机是个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包装盒 这还写着易碎是吧 然后我们今天就把这个箱子开开 我也是第一次拍这个开箱视频 开箱视频应该怎么拍呢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经验 走到一边 给大家看一看这台相机 我也是非常的激动 其实这盒子其实还是有点大的 这块板 应该是没碎 包装给它放下面吧 这是一个货物单 写上的这些价格 看它上面 应该可以的 OK 那么在我们面前的 就是这台新买的相机 就是8x10的大画幅相机 也是在今天 2月21号 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台8x10大画幅相机 这应该也是市面上能买到的 应该算是最便宜的8x10 大画幅相机了 那么这个品牌叫 Intrepid 应该叫无味吧 无味牌 这就是无味机的大画幅相机 是一个英国的一家公司生产的 然后 Intrepid这个公司 其实做的东西还是非常不错的 非常廉价 但是它都是木制的这种结构 好像说是和早年间 也是在英国的一个叫菲利普斯的相机一样 大家的管理可能叫菲利普斯结构 那么其实我对8x10并没有说特别的了解 但是 为什么要买一台8x10相机 也是因为说 一是它画幅非常大 然后我是自己之前有做这个蓝帅 但是4x5的蓝帅 就是太小了 做出来之后 那8x10的话 如果说你直接用这张底片去做这个接触印象的话 其实效果会更好一些 然后 当然也有人会说你不如打这个数字中间片 但是你数字中间片肯定还是不能和胶片去相比的 胶片肯定还是质量会更高一些 所以就购买了这样一台相机 其实我现在对这个相机怎么使用 其实还不是特别的了解 我现在只能尝试性的把它打开看一下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发现这个相机竟然没有它的保护系统 它竟然都没有保护这块玻璃的壳 然后我选择的皮枪是蓝色的 它是可以定制的 有蓝色 黑色 红色 我这抚养的话它是带锁扣 其实你能看出它的材料 其实用的就是木质的这种结构 像这种交合板一样 所以说它可以把成本控制的非常的低 那么这台相机它的售价是446英镑 然后当时是446英镑应该是还会便宜一点 因为如果说你要找那个coupon 找这种带金券的话 你会看到在油管上有一位youtuber 然后他应该是跟这个公司有一定的合作 他会有一个coupon 会有一个10%的打9折 可以给你减10% 可以给你减10% 然后价格其实要说的话 就真的就非常不错了 其实 好 进了 这是个什么原理我也不太清楚 前组的螺丝其实不太好把它下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能每天感觉到我在拧的时候能听到木头那种咔咔的声音 还是有点可怕的 然后给大家转过来看一下 好看还是真的蛮好看的 我能感觉在使用的时候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 它不是那么的结实 真的它的这个件好多这种 我不知道这是玻璃缸还是啥 后面这个片甲的这个位置 然后木质 然后这个东西的话 可能在拧的时候也要注意一点 不要拧的特别紧 好像拧的特别紧的话 对这个木头可能有一定的损伤 我会觉得 然后前组的话是在这个底下带刻度 你可以去招准它的位置 招准它的平行的位置 以及左右在横移的时候的一个位置 因为我其实并没有大化幅的镜头 我现在所有的镜头的话都是4x5的 所以导致相场应该都不够 我稍后可能会试一下 我试一下 至少试一下这个镜头板好不好用 可能会放一只210的镜头 但是那个相场好像是 罗正斯德的那一只比较廉价的210 它的相场应该是覆盖不了8成10 好像是280多毫米 看一下 所以在官网上还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就是它官方出的一个小孔成像的镜头 就这样子 这是F330 200毫米 那200毫米的话 其实在网上时就相当于一个广角了 感觉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真圆真小 它这个手感做的还是蛮好的 当我按下去的时候 轻轻一按 它带一个弹簧一样 它卡就开了 它不是一个纯手动的那种 它带一点小机关 其实这个小心思做的还是挺好的 但这个件的话应该像3D打印做的 然后这样 给它上上看一下 说实话这个设计是有点奇怪 而且这个镜头板非常的厚 非常的厚实 这也太厚了吧 这样的话就是小孔成像的组合 曝光 然后停止曝光 光圈330 我很期待这330会是什么样子 但是现在需要去了解一下 对焦的话是怎么去对 下面的话是一个跟沙姆尼一样的结构 后面有一个小小的轮 我这样去转它的时候 机器就会进行对焦 皮箱会撑出来 手感说实话也和沙姆尼差别非常非常的大 真的是 沙姆尼那种比较精工的金属轨道的话 会更舒服一些 这个就是特别的简陋 会让人觉得 但是好在它重量还是非常轻的 这可能是它比较可取的一个点 但是制作上比较奇怪的是 为什么它不能搞一个玻璃的保护壳 这样子的话其实真的 鞋带也不是特别的方便 我要是用这个机器的话 可能得配一个像这种 安全箱一类的这种东西来使用 不然的话真的是 挺麻烦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带着这个机器出去拍照的话 特别怕这个玻璃会碎掉 如果你放到这个书包里的话 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它还带了 它没有带 这个你都是要买的 就是这个镜头板 镜头板的话 还别说它这个做工还是挺不错的 看上去挺不错的 这样子 这是3号快门 还有一个是1号快门 那我呢 准备把我之前的那一只210的镜头 我看能不能给它上到这快门上 正好也检测一下 那个应该相场会不够 但是至少说我有一个东西能看一眼 是个什么样子 先把这个拆下来 这个手感确实是有点奇怪 在使用的时候真的好怕它出问题 可能还是金属的会让人更有信心一点 这个木质的话 确实在运动的时候 会跟人不太一样的感受 对 然后机身的这个面呢 有这个水平泡 各有两个可以进行校准 还是不错的 看来这桌子还是比较平的 水平还可以 那我现在就去拆镜头 OK 那这个呢就是那颗210的镜头 1号快门 看一下 其实这种操作我已经很久没有 试过了 之前呢在相应店还淘到这样一个好东西 就是这个拆镜头专用的这个小板 上面会告诉你这几号快门 然后1号快门 上面写了个No.1 那么你就拿这个像个小钥匙一样卡在这上头 就可以进行拆镜头的操作了 哇 还这么紧 1号快门就拆下来了 这就是1号快门的 连着镜头的前组 然后看一下 能不能给它放上 我也别拧太紧 因为后面的话要是再换镜头的话 可能还是要做进行一个相同的操作 嗯 扣下来之后 其实还是挺结实的 这个东西 看一看1号快门 啊 不错 还是很好看的 哇 大画幅 看一下啊 我把这个镜头给它 光圈5.6 举起来看 我现在是开了还是管 开了 能看到 哦 好广啊 真的 特别广 现在我能看到这个机器 而且现在是 基本上是一个对焦的一个状态 对上焦了 就是个小点儿 就是一个小小的点儿 我看一下 我要是这样看的话 你们能不能看到呢 是不是能看到后面的这个地方 我看一下 搞一个操作 把这灯关掉 我把这两个灯调亮一点 是不是可以看到 对上焦了吗 哦 大画幅 OK 那么这个机器的后组呢 好像是和沙姆尼一样的 这有两个小卡子 一个小卡榫一样的机构 给它转一下 应该是可以将后背分离的 然后横着放就可以 但是我还没有整明白 我回头要再 学习一下 之前看视频的时候 我可能看的没有那么的仔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是分不开呢 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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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对 想起来 这一点呢 它这是个磁锡的 就稍微要使点劲 但我觉得这种方式其实挺危险的 因为 这种磁铁的机构的话 其实你拔的时候就很难控制那个劲 刚开始拔的时候 拔不开 一拔开一瞬间 可能这边一下就下来了 所以手上还是要扶一下这个玻璃 别一下子它全拔下来 就拔地上去 这么大一块 毛玻璃 这毛玻璃这边上好像还有一点不太干净 你看 有点像这个 海水浸湿有种水字一样 看 蛮有意思 蛮有意思 好的 整个机构你看后面全是这种小的点 都是磁铁 应该是有16块磁铁 在这上面 就吸上去了 吸上去之后我再转这个小的轮这 给它 推下去 推下去 这样就完全锁紧了 然后我再大概试一下这个片夹 那么这个机当时在购买之后 我也是说想 这还是得淘个夹子 在淘夹的时候就发现 这机器道来说的话真不算贵 但是这个片夹是真的贵 就已经和4×5不是一个数量级了 没想到说八成石的片夹会这么贵 但好在是在本地这儿淘了这么5个夹子 合折的话可能一个夹子是大概500人民币左右 然后质量还行也是人用过的 但是这也无所谓了是吧 我试一下 试一下这夹子能不能塞进去 这片夹看着就很过瘾 这样 翘一点 好了 严丝合放 然后给它扒出来 拍一张 然后再放回去 我给它先转过来 这个片夹也是 手感完全都不一样和4×5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现在给我的初体验 八成石的感觉就是 所有的这些零部件 甚至说包括片夹在使用的时候 就真的是 要更加的小心翼 就感觉这个机器和很多它的机构都特别的脆 就这种使用体验是跟原来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是4×5的小板 带着林哈佛的标 非常的漂亮 现在就用不了了 除非是用转接用的那种小板才可以 但据说 这个品牌的相机它的镜头板 它应该说是和CNDA是通用的 但是很多人都讲说最好还是买它自己的板 因为CNDA那个好像是放上去之后还是会有一点晃 跟它的适配不能做到说特别的完美 所以还是买它的板比较好 但它这个板卖的其实也不便宜 好像是多少钱 到时候放在屏幕上 这就是这样的一台8×10的相机 那么蔚来的话其实也是想拿它做更多有趣的实验 8×10 其实画幅上来说的话确实它很大 但是很多人来讲老是一聊什么事情 就怎么不上8×10 怎么就8×10 其实就是你拍摄的很多题材 都是跟你的使用习惯相关的 这个机器它虽然说画幅确实是大 但是你在使用上其实确实非常的不方便 那就取决于你要拍什么样的题材 什么样的内容 它不是什么题材都可以胜任的 但是我是因为是想做一点这种接触印象 这种带点工艺性质的东西 我觉得确实把诚实会有特别大的一个优势 所以也是选择这样一台机器的一个原因 那么价格也算是比较的不错我觉得 所以蔚来的话就试一试 看看用它能拍出什么样的画面 那么在前期的时候 因为我并没有购买胶片 所以说我打算做的就是直接把相纸塞到这个片夹里面 那把诚实的片纸还是这个印象纸还是比较便宜的 我就直接把相纸放进去 直接拍副相 回头拿伞弄一给它挣过来 我想试试说这样拍能不能拍出一些比较好玩的东西 那如果说这个方法做的还可以的话 那就到时候买那个正向的相纸放进去 那每一张其实就跟保力来一样 那你拍完之后每一张都是孤品 看一看那样子的拍摄可不可以把成本压下来 并且获得比较不错的一个画面 那本期关于这个开箱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那么在未来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这种 稍微短一点的小节目 那也是希望通过这些稍微简短一点的视频 可以在做这些长视频之间可以填充更多的内容在这个频道里面 希望大家能喜欢 那么本期开箱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那如果你已经看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 因为我本来说是要拍这个短视频 结果这刚才剪着剪着发现都已经二十多分钟了 这视频好像一点都不短 这开箱视频好像 还是比较水的 就是很容易水失常 我发现 然后再有一点就发现说 我这开箱明明是一台崭新的机器 结果开箱的时候感觉还不如一个二手的胶片相机 因为它真的包装太简陋了 里面连说明书都没有 套了个泡沫 然后就给你这么运过来 作为一个新级 我觉得可能是在产品宣传这块 它这个做的确实还是不太好 那么本期视频先到这里 但是下一期视频做一个小小的预告 那就是我将会使用的CineStyle 400D这个教训 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它的使用体验 我分别用了135和120两种不同的规格 进行了拍摄 用了两台 我之前在节目中可能提过 但是并没有人已经使用过的机器 所以说敬请期待吧 那我们就下期见